在中国的雷区跳舞 马来西亚提出的这个要求很不厚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马来西亚派人法华 万亿矿藏 与中国分享 对不起 这活我们不接 3月18号 据海峡时报报道 马来西亚内阁已经派出其科学 技术 与创新部长郑立康于4月底访华 至于访华的目的 按照马来西亚方面的说法 是为了与中国共同开发价值万亿的稀土矿藏 万亿矿藏与中国分享 有这样的好事 天上不会掉馅饼 马来西亚的确另有所图 而且他们想要的还是我们的压箱底的王牌 稀土加工技术 去年6月份 时任马来西亚自然资源环境 与去后变化部部长的聂纳兹米表示 马国拥有超过1600万吨的非放射性稀土元素 政府给出的估价是8000亿零吉特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219万亿元 发现这笔巨大的财富 马来西亚方面欣喜若狂 三个月后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宣布稀土出口禁令 禁止出口稀土原材料 当时西方疯狂炒作 说马来西亚这是在配合中国在稀土出口方面的措施 打了一波组合拳 国内也有不少人谈官相庆 他们认为论计不论心 马国这个稀土禁令确实恶心了西方一把 值得高兴 然而国与国之间 哪有那么多的互帮互助呢 马来西亚发布稀土出口禁令 其实是盯上了中国的稀土出口技术 众所周知 跟加工后的稀土产品相比 刚开采出来的稀土矿的价值其实并不高 所以在稀土领域 拥有所有稀土生产 加工技术的中国是绝对的大哥 中国也成了稀土出口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马来西亚就想 自己作用如此大的稀土矿藏 却只是单纯的卖原材料 那不是亏大了吗 如果能够掌握稀土加工技术 出口经加工后的稀土产品 那么获得的收益绝对能翻上好几倍 正是出于这个考量 安瓦尔才下令禁止稀土出口 并开始着手如何从中国手中获得稀土加工技术 所以我们看到 马来西亚地质研究所所长加法尔悄悄喊话 在知识和技术方面 从勘探 开采 加工到生产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如果能够达成双赢的局面 中国也可以成为马来西亚的好伙伴 说的好听是双赢 如果中国真的上了这个档 那就是自费武功 除了中国 其他人都是赢家 原因很简单呢 西方一直寄予中国的稀土加工技术 长期派遣间谍入境次弹 但一直没有得逞 如果我们把稀土加工技术卖给了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能仿泛得了CIA的特工吗 更何况 马来西亚在稀土领域跟澳大利亚合作非常紧密 澳大利亚又是美国的小弟 真要把稀土加工技术出口给了马来西亚 恐怕第二天相关文件就会出现在CIA的总部 就算退一万步 马来西亚能够守住这个机密 我们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核心机密卖给马来西亚 这是基本常识 马来西亚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 本身就非常荒谬 等于是在中国的雷区跳舞 我们不发脾气都算是好的了 中国商业部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中 白纸黑字的写着 稀土的提炼 加工利用技术禁止出口 禁止就是禁止 绝不可能为马来西亚破例 中国本身就是全球稀土储量第一的国家 说实话 真的不缺马来西亚那点稀土矿 如果马国真心想要合作 完全可以把稀土矿出口给中国 让中国帮忙加工 再由马国出售 如果马来西亚非钉死了我们的稀土加工技术 那对不起 这活我们不接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钮 订阅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